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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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大家好 這個時間比較晚了 等大家這個 這個 不過 不過 我想講一個 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個當醫生的一些 氣味的小故事 開始 就來這個澳門之前 我看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孩子 然後 他生了病 然後我就問了很多症狀 所以我問他說 你大便 這個硬的還是軟的 他這 你孩子的害羞了 他就 你們猜他怎麼說的 他說 我沒有去摸他 很誠實喔 好 那麼 感謝這個 何鴻珍醫療特產基金們 在此邀請我來這邊 講課 來這邊交流 通過這個交流 我們認識了 台方中文大學的很多優秀的 這個教授 還有台灣的很多大的專家 特別是 謝教授 謝院長 的一些 那麼 學了很多東西 那麼在此呢 表示感謝 那我今天給大家報告的題目呢 是雅健康的中醫學的診斷 跟治療 這是我的基本情報 那麼雅健康呢 他的定義 這個雅健康呢 是一種臨界狀態 大概相當於這個病跟不病之間的 那麼 沒有 他的情況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你覺得今天有點不舒服 那麼 胸有點悶 或者說 有點 反正不大舒服 那麼 跑到醫院去診斷 這個西醫方面 就沒辦法做一個診斷 診斷不準 你查半天理解 你等一下也沒事情 這種情況應該在零床上 就非常常見 那麼以前呢 就 不知道怎麼診斷 那麼現在就有專門一個詞 就是雅健康 所以也叫做次健康 或者叫第三狀態 那 現在呢 世界衛生組織呢 已經將這種機體 沒有氣質性的病變 但是有一些功能性的障礙的 這樣一種狀態 叫做第三狀態 那我們國家也叫做雅健康 那 大概他的診斷呢 就是 西醫上面呢 沒有明確的指標 來診斷 但是又長時間有幾種症狀 有一些不舒服 比如說 失眠啊 疲倦啊 不想吃飯啊 口苦啊 口肝啊 等等 這些 各種各樣的症狀 那雅健康的這個人群呢 應該是很多的 非常多的 那麼 大概呢 分起來 大概有這麼幾種 一種就是精神負擔過重 一種就是精神負擔過重 或者 勞力 尤其幾天 他說一天都沒有 那麼睡眠不足 還有睡眠不足 生活沒有規律 實際上 我知道呢 實際上 他對睡眠不足的認識啊 現在是原語也不足的 中醫也不足 西醫也不足 對睡眠不足 為什麼呢 這個言論在於 睡眠不足是一個新問題 不是一個老問題 是一個新問題 因為睡眠不足變得這麼多呢 是因為有了電燈 電腦 電視 對吧 如果以前沒有電燈 電腦電視 大家怎麼熬夜啊 那這個賭場怎麼通宵啊 我不知道以前的賭場 是不是這麼熱鬧 可以24小時 點蠟燭嘛 所以呢 這個中醫認識是不夠的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麼多的 這個熬夜的人 那西醫的認識呢 也是不夠的 也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知道呢 西醫的神經科學方面呢 實際上是蠻薄弱的 所以幾乎沒有見到說 這個 小動物身上的 這個呢 管理睡眠的一些實驗 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我們下大呢 也是有一個神經研究所 但是我也知道他們 所做的這方面的工作 還是非常的淺出淺 所以對睡眠的認識是不足的 所以實際上從臨床觀察呢 尤其是中醫的臨床觀察呢 尤其是中醫的臨床觀察呢 這個 已經有改變了 舌尖就一定紅 脈像就會改變 所以這一塊呢 我們會更加敏感 還有呢 就是人際關係的緊張 人際關係的緊張 那麼這個非常嚴重 我們知道的 一個醫生呢 是醫生很難治心病 很難治心病 那麼 你比如說 我在廈門 這個 現在呢 可能病人最多找我的是癌症 包括 從香港過來的 台灣過來 很多 癌症的病人 那麼癌症的病人的治療呢 其中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他的 精神狀態要好 我曾經有治過一個患者 我到現在還覺得 有點心痛 什麼患者呢 還有一個胃癌 那個胃癌非常大 那麼我跟那個西醫的同事 配合 把他做下來 那個本來想是不能做了 因為太大了 整個接下來有一個 這個排氣不那麼大 一個胃癌 那接下來非常成功 後期也處理得非常好 但是每一次呢 他來找我出診 用中醫調理的時候 我一摸脈 哎呀 你又 情緒非常緊張 那麼一瞭解呢 因為他跟他太太關係不滿 所以呢 每一次 經常吵架 一吵架 病情是家中 一吵架 病情是家中 簡直沒他辦法 所以呢 這個關係緊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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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很大 另外就是 體力勞動 部合比較重 那然後 像有些農民啊 什麼 他這個 工作勞動 強度很大 也是有的 但城市裡面少了 現在我覺得少了 但是在 農村裡面 那個還是有的 還有現在最常見的 就是這個 飲食結構的不合理 還有近視之間的不合理 這是非常常見 對吧 所以很多 很多人呢 現在吃的 這個比如說 剛才跟 有一個教授探討 現在的遺下 還發病率很高 那恐怕就跟隱私結構不好 是很明顯的關係 還有就是 不良的嗜好 比如說 這個抽菸啊 氣酒啊等等 那浩浩的人群呢 環島都是一些 社會的精英人士 比如說領導 領導人士 還有影視明星 像這幾天 那個姚 姚貝娜 這個事情 整個社會都有幻想 才三十幾歲 一個漂亮的革新 就現在來過世了 還有司機 司機大概呢 生活比較沒有規律 還有呢 吃飯的時間不準時 所以他們物異病特別多 還有就是 知識分子 還有就是 寫字樓的這些人情 大概呢 從 大家得來看 這個 健康跟不健康的人情 大概是這樣來分的 實際上健康的人情 非常好的人情 是很少的 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而已 大部分的人呢 多少有一點小毛病 百分之二十 那麼 還有一部分呢 就是真正是亞健康 多少有一點症 有一些不舒服 還有一些症狀 還有呢 就是比較 嚴重的亞健康 但是還是沒有病 那麼有病 真正有病的人呢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這個數 社會的基本情況這樣 那麼 亞健康是一種臨界狀態 雖然這時呢 沒有明確的病 但是呢 如果這個狀態呢 沒有得到即時的糾正 就非常容易呢 引起各種的病 包括比如說 我們常見的心理障礙 有抑鬱症啊這些 情感障礙 還有神經官能症 還有大量的 現在很常見的 自身免疫性疾病 大大小小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還有微腸功能的臟疾病 還有心血管病 還有包括癌症 實際上整個癌症的 初始階段的入化 到加重的過程 實際上都跟這些 生活方面的失調有關 還有就是性功能的下降 那麼人的一輩子 大概呢 會處理什麼狀態呢 實際上我們大概是屬於 四個狀態之一 一個就是非常健康的狀態 非常好的狀態 那麼非常健康的狀態 應該包括哪一些方面 應該有三個方面 一個呢就是 你自己覺得很健康 非常好 經歷很充費 另外呢 西醫的診斷 性健康 那西醫學代表什麼呢 西醫學應該說是代表著 從一些物理跟化學的 診察方法 對吧 物理學像我們很熟悉的 超神波 MIRCD 化學的化驗 那麼從物質層面 來考量 這個身體有出了什麼問題 那第三個方面呢 應該有一個中醫的 中醫的象 那中醫靠什麼呢 中醫主要靠的就是一個字 像 蛇像 脈像 還有比如說耳朵的像 那這些像呢實際上是非常敏感 非常非常的敏感 可以第一時間 我剛才講了 很容易的看到一個人 你昨晚晚睡 很容易就察覺出來 就是靠像 那麼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開始有一些功能失調 但是還沒有症 那這個階段呢 大概是這樣 就是患者沒有不舒服 這個人已經不能講患者 就是這個人沒有不舒服 但是可能西醫的檢查 有一些問題 你比如說 查出來 帶乙肝病毒 沒有不舒服 這當然也是一個靈患 那麼更多的呢 可能是中醫的方面 比如說從中醫來看 這個病人的 蛇像 脈像 耳朵等等 看起來已經離正常很遠了 但是病人還覺得很好 這是更常見的 那麼 第四個的狀態呢 第三個的狀態就是 功能失調 開始有症狀 開始有不舒服了 實際上呢 我們正常在講 牙神 環道是在這裡 所以牙神也有包括了 很多部分 很多種 它的由輕到重 是不一樣的 最後呢 就是真的生病了 有氣質性的病變 這一個階段呢 你去找西醫 能夠查出病人 當然中醫也是看保病 那麼病人呢 也有很多不舒服了 大概這四個階段 大概是肢蛋的關係 那麼亞健康呢 中醫怎麼分型呢 中醫呢 中醫學呢 很關鍵呢 實際上 中醫學的這個本質呢 這幾年的研究呢 獲得很大的發展 非常大的發展 最大的發展就是 認識到中醫的 所謂辯證失智 中醫的辯證失智 失智 就是了解身體的狀態 就是了解身體的狀態 身體處於怎麼樣的狀態 我們的辯證失智的治療 也就是在創造一個身體的好的狀態 好的狀態 那 那 我 我曾經有一個例子 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家裡面呢 養熱帶魚 養一缸熱帶魚 那麼大概是 前年 整個這個魚呢 到了 國慶節 就是十月一號 那麼 的時候呢 到廈門到十月一號就開始冷 一般都是這樣 然後 還沒到十月一號 我就開始把那個 加熱棒放到椅子 一缸裡面去 但是到那一天呢 發現呢 這個 那個魚呢 十月一號 那一天 那魚又不行了 後來又發現呢 是差不多沒差 看那個體溫 看那個溫度計 26度 溫度26度 那個魚要29度才行 那26度就不行了 一個一個不行 但是呢 發現這個魚在那邊不行呢 但是呢 魚身上呢 長了很多細菌出來 白白的細菌 所以這個就是 中醫在幹的事情就是 調理身體的類環境 創造一個環境 讓正常的細胞 能夠很好的生活 而讓那些個不正常的細胞 每一個沒辦法在裡面生活 那麼我們呢 中醫的另外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呢 就是他找到了去觀察這些 一些失常的一些關鍵的緯度 或者標準 比如說最常見的 比如說寒熱 寒熱 身體太寒了 太熱 比如說 不管什麼病 身體如果太熱了 那麼你讓它變寒 寒一點 往正常去調 這個病就會好著 不管是感冒 還是拉肚子 甚至癌症 只要屬於寒的 你讓它熱一點 它病就會好著 相反的也是一樣 屬於熱的 不管什麼病 你讓它寒一點 身體變寒一點 往正常的調整 它的病就會好著 好 那麼所以從中醫來看呢 這個常見的分型呢 也就是它的 引起這個身體的類環境失調的 有幾種原因呢 大概是這麼幾種 一個是精神負擔過重 腦力 勞動的 過度的頻繁 這源不足 那麼能器關係緊張 總之這個大腦 得不到很好的 休息 或者沒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這個終於導致了 叫做 乾脆一卷 還有隱私的失調呢 叫做 叫做脾胃的問題 導致脾胃 大概是消化系統 我用這個 大家來看這個 還有吸煙呢 主要導致生痰 就多出很多廢物啦 那這個廢物 可能最後是癌症 還有呢 就是勞動 勞動的過度 導致氣血的激動 還有先天的不足 有的人先天就不行 乾脆一卷 這個呢 是罪要不得的事情 乾脆一卷 凡是精神 負擔過重 腦力勞動頻繁 腦力勞動比較繁重 睡眠不足 生活不規律 人際關係緊張 就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那麼 從中醫來講呢 這個是所有問題的開始 所有問題 所謂食症類的內臟病 食症的內臟病 中醫 我們知道中醫是陰陽協助的 所以病呢 它被分成 按陰陽協助 一分為二 分成寒的 或者熱的 虛的 或者濕的 那麼所謂食 就是多出來 身上多了一些病 所有的這些所謂食症 的開始 大概都是從這個 當期意見 開始的 那麼這種狀態的時候呢 人會情勢異常 比如說 很大發脾氣 或者很悲觀 當然 個別的 也可能很開心 也有過度 過度 那麼通常是 發脾氣跟悲觀 喜歡嘆息 沒事 一聽到海 就知道他敢起意見了 那麼 皮膚感激的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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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癌 神經性體驗 對吧 現在神經性體驗 發病率非常高 我曾經有一個患者 是在澳門的患者 跑到廈門去整整智人眼 找 意味 這個 刻意性體驗 全身到 從頭到腳 全身癢 皮 久了脫皮血等等 那從中醫來講 也是 這個 擔心一點 那為什麼這個病現在多呢 因為小孩子打遊戲啊 玩手機啊 不休息啊 對神經功能失調了 對 還有呢 喉嚨 當中有 異無感 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麼這個感覺是什麼引起的呢 是喉嚨有東西嗎 不是 實際上是神 這個喉嚨的神經過於敏感 對吧 他的感受出問題 那這個神經中醫就是肝 中醫講的肝 就是神經激痛 尤其是植物神經激痛 那還有呢 就是 胸蟹照顧的神痛 這種痛 這個也是中醫擅長的 另外呢 就是 護你的夜經事調 還有 夜經前的乳腺障痛 夜經事調 這一塊 中醫的治療 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還有 精前的乳腺障痛 精前乳腺障痛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 這個 肝腺障症呢 它這個呢 它的機制是什麼 實際上就是 西醫很靠近 不能完全整空 靠近你就是 人在平靜的時候 平靜的時候 但是身體呢 仍然處於一種應急狀態 老是處於一種應急狀態 那麼處於應急狀態的時候呢 就是一種 知物神經的紊亂 尤其是交感神經 處於一種孤獨的興奮 我們知道應急狀態 比如說要跟人家打架的時候 人會處於應急狀態 那交感神經會比較興奮 身體昏密很多的激素 變得很有力氣 對吧 很敏感 那麼 如果長時間處於這種應急狀態呢 那身體就亂了 神經系統亂 還有呢 神經內昏密系統就紊亂 由於神經內昏密系統的紊亂呢 就導致了免力系統的功能下降 所以為什麼很多癌症是 發生在這個階段 因為你處於這個階段的免力功能下降 亂套了 免力功能下降 所以呢 在這個階段呢 又發了 或者是已經長了以後呢 加速發展 所以呢 我剛才 剛 要做這個 上課準備 我還是查了一下 這個姚貝娜 她 得病的時候說過 她這個病完全就是 有一段時間 精神慾悯 自己說 精神慾悯到此 所以這一個呢 這個中醫 所以中醫的這個肝 實際上所指呢 就是神經內昏密 管內臟 那麼我個人是覺得 中醫跟西醫在現在 相信 二十一世紀 可能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相信呢 也是中西醫交龍的世紀 我個人覺得 實際上在道理上面 西醫中西醫是通的 完全可以 各取場 但是在治療層面呢 這個呢 中醫 西醫講道理講得很清楚 可惜 切花有效的方法 那麼如果乾脆一下怎麼辦呢 那麼常用的忠誠 就是逍遙玩 吃一點逍遙玩 還有當然 你也可以吃一點 多吃一點 這個黃花菜啊 玫瑰花啊 薄荷這些 禮器的 還有呢 所以呢 比如說有一個問題 廣東人愛剝湯 那麼你如果說 你丈夫最近 這個工作很辛苦 對吧 你想要犒勞她一下 你怎麼辦呢 然後是剝東蟲蝦草嗎 蛤 很貴 蛤 又貴又不對 蛤 剝了吃了 對她身體有害 為什麼呢 因為這時候呢 她是肝氣抑絕 她最近可能是寫材料 蛤 或者是 太用腦過度的忙 這時候呢 就不可以吃虎的 蛤 黃恩導要吃這些蔬乾的 所以你要給她 給她多剝這箱湯喝 她就 身體對她身體有好處 如果你吃虎的 就麻煩了 那麼她如果是體力勞動呢 今天大掃除搞得很累 對吧 很久都沒有體力勞動了 大掃除很累 就剝東蟲下掃給她 但是她如果腦力勞動 那你就不能 你要黃花菜 玫瑰花 剝河這些 這些能夠幫助她 舒緩她的神經 所謂 舒乾裡氣 那麼我們一輩子呢 都要避免出現這個乾淨意見 雖然我們經常會乾淨意見 那麼怎麼辦呢 個人的辦法 我覺得呢 就是要保持一種良好的生命接種 早晨起來提神 到晚上呢 就要開始安靜下來休息 對吧 每一天有規律的 早晨跟太陽一樣的起來的時候 你精神也跟得起來 太陽下山呢 你精神也開始休息下來 這樣子呢 身體呢 就維持得比較好 不容易出現乾淨意見 還有這些是唐用文 乾淨意見以後呢 通常會乾淨化火 化火 那麼拜化火以後呢 就症狀加重 人就愛發脾氣 那麼這個 肌皂易露 口罩煙乾等等 那麼五線就容易脹痛 通常這個 那化火的代表是什麼呢 舌頭就紅了 所以一上火 舌頭一定紅 這是我們這個研究的 所以你要看我有沒有上火 看舌頭就知道 紅了上火 淡了 你寒了 搞錯了就完蛋 那麼 治療呢 就可以用單式下腰丸 濃膽腺肝丸 這些 清了 清了就舒服了 那麼講在這裡呢 多講一個就是 乳腺的保養的問題 實際上呢 對所有的乳腺的保養 我們知道 大部分的乳腺病的發展都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月經前乳腺腸痛 月經前乳腺腸痛 月經前乳腺腸痛說明什麼 說明他肝氣易接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從西醫來看呢 只有輕度的神經被複蜜的治療 但是這時候西醫學 切發有效的單一辦法 對嗎 所以呢 就定期叫你來做檢查 來做檢查 對吧 等到找到東西再來各 對吧 那麼 是不是慢了一點 那麼第二個階段 就是乳腺神神 第三個階段 OK 所以呢 中醫學呢 在姊姊乳腺腸痛方面 療效非常好 在這也來了很多中醫 那麼希望大家呢 在這方面呢 這個多做一點貢獻 那麼肝氣易接如果久了以後呢 神 舌頭呢 就慢慢呢 就會出現親子 一般一點 長東西 那麼 這個呢 中醫叫做瘀血 那實際上呢 從西醫來理解呢 就大概呢 並呢 有一種功能性的階段 像氣質性疾病的一個轉化過程 轉化 那我的研究生呢 這個 做了大量的調查 就發現 40歲左右的女的 如果舌尖有疑點的話 肌 長 子宮肌瘤 卵巢狼種的肝肌很高 就非常的高 所以呢 這個 那這肝的舌頭呢 直接就成我們治療的 這是瘀劇 我們治療 看到這種瘀血 活血化炎 就是一隻活血 活血化炎 那麼用 最常用的像 用單身滴丸 填氣粉 藏紅花 這種中藥 去解決問題 或者也可以多吃一點 像藕雞啊 玫瑰蛙 黑木耳來解決問題 這是瘀血症 那麼 我們南方地區 像廈門啊 澳門啊 香港 這個地區呢 痰絲比較多 因為我們比較潮濕 所以如果吃太多的昏食 睡眠不足 舌胎就容易厚 容易厚了呢 這種中藝就叫做痰絲症 就叫痰絲症 那痰絲症呢 人就容易脾腱 那麼肚子容易脹悶 痰比較多 這時候呢 病呢就容易長腫瘤 比如高脂血症 癌瘤痛風 痰藥病 代謝性的病 實際上 舌胎這麼多的東西呢 就中藝叫痰絲很多 那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沒代謝出去 所以治療呢 就是盯著這張舌頭 舌頭開藥 開到它呢 舌胎減下來 這個 如果再去檢查 狀態之外好很多 那麼 舌胎多的人呢 就要注意呢 像素食為主 飲食就要素一點了 就不能再吃 那麼多的葷食 吃太多的葷食 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所以呢 實際上呢 有一個建議 在澳門這一帶呢 吃著 知音的一些東西 很小型 比如說像鮑魚啊 中藥裡面的餓膠啊 很多好吃的 但是實際上 對身體是不好的 另外呢 就是過時生冷的問題 如果太吃冷的東西 吃多了以後呢 那麼身體呢 肚子以後就要脹 那中藥叫做 整斑叫做脾氣虛 就脾虛了 脾虛了 脾虛了 那就不愛吃飯 愛他肚子 那這個脾虛的症狠很多 還包括過敏性肥炎 因為中藥的脾胃呢 是一個叫做硬化系統 吃進去的東西 從嘴巴消化出來 包括變成抗體 也都叫做脾胃管 所以呢 如果脾虛的人呢 他抗體度不夠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容易這個 容易出什麼問題呢 就容易 過敏性肥炎 等等 那麼 所以中藥對這方面的理解呢 也是非常到位的 那我舉一個例子 曾經看過一個病 一個一個例子 就是說有一個中國的孩子 然後到美國去 那不習慣美國的生活習慣 經常的吃那個 喝冷牛奶 對吧 我們這邊都喝熱的 到美國喝冷涼牛奶 結果一喝他就拉肚子 喝一喝就拉肚子 那麼 結果去找這個一個西醫診斷呢 他說 你這個 牛奶過敏 他說 那個 我喝熱的不胃啊 那就是冷的牛奶過敏 哈哈 熱的不過敏 冷的過敏 這個 你們做西醫的就知道 是什麼回事了 結果去找一個中醫 診斷他是脾胃虛寒 稍微吃一點溫補脾胃的 立馬就好了 所以這裡面 這個小故事 我覺得是很有生意的 這裡面 那麼 脾氣虛呢 就要調理脾胃 吃一些健脾的東西 比如說中醫講 雞翅筋子湯啊 好 這些東西 那麼 最後呢 我講一個就是 常見的 腎筋不足 腎筋不足 腎筋不足呢 腎筋不足呢 上有兩種人呢 喜歡腎筋不足 一個是連脈體衰的 年齡大的 就是腎虛 腎虛 那麼 還有就是 自幼體弱多病的人 老癌症病的人 容易腎虛 容易腎虛 那麼 腎虛呢 是代表他生命力的不夠 可能如果現在來理解 真正生命力的不夠 那麼 成年人呢 就容易早衰 這個 腰氣衰亂啊 豬根痛啊 那個 生肢系統的功能低下等等 總是衰老 講一個 中醫呢 在治療這個 豬根痛方面 療效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幾乎呢 不好的很少 那麼 捕腎呢 要注意什麼呢 常用的像 壯耀健聖丸 六位帝王丸 實際上我知道 港澳地基經常捕腎 捕腎 捕腎一定要注意呢 要找那種 中性的 捕腎經的 就是不寒不樂 不陰不陽 既陰又陽的那種 這個 什麼叫做 就是陰陽一體的東西 它不寒樂的 這種捕腎經的製品 那最代表性的大概是 東蟲下草 東蟲下草 但是很貴 也很不主張 那麼 有一個食品呢 對捕腎經非常好 就是淮山 鐵棍淮山 捕腎經是非常好的 這一類呢 是不寒不熱的 不寒不熱 所以呢 東蟲下草為什麼很多人吃了都舒服 就是它不寒不熱 那麼 如果一些偏熱的捕腎的藥呢 就要小心啊 比如說代表性的像鹿龍 實際上我覺得現在能夠吃鹿龍的人是非常少的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比較好了 比如生活水平比較高 真正那麼虛寒的人很少 還有呢 就是有一些捕腎藥呢 像甲魚啊海參啊熟地枸杞啊 這些呢 這個它不容易消化 所以呢 不要吃這個 這個要很小心 吃的時候 這個 就是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教授 教授 在外面有一個小問題啊 那時候好像北京的天氣 空氣霧原的霧霾 應該是做哪個分類的 從中藝的國術來講 好好好 從中藝的角度來講呢 你霧霾 那麼抽煙 那它是多的國術 所以它一定是實鎮的 實鎮的 所以從中藝來講呢 它就是所謂彈絲或者 異學 久了就是彈絲異學 所以 特別是彈絲 所以呢 增長接觸 霧霾的人 他就彈絲 彈絲 那麼 從中藝來 來理解呢 它最後呢 也是能夠導致像 總部這樣的問題 好 我們時間發示 所有紅酒精力聽上來了 非常感謝王教授 再去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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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